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于志斌 今年64岁了 我从八岁开始学习我们瑜伽祖传 现在年轻人都觉得打拳是一种娱乐 哪一年华神 拳还是要打下去的 我每天早晨都要超练瑜伽拳两个多小时 练习瑜伽拳的套路和瑜伽拳养生养气的动作 从八岁年到现在来已经就是五十多年了嘛 瑜伽前从宋代就传承资金 有单年套路八路 特点是刚柔 并紧并紧 手法多变 变幻快 指筋指推 以功为主 有瑜伽拳在中华武术里面的话 就是一种独特的一个名称 我学了这么多年的瑜伽拳有个深深的体会 就是我的身体很健壮 哪怕我现在五十四岁了 从这个脑里不方便的话 我还相当于一个年轻的那种气派 瑜伽拳不仅仅是光是瑜伽拳的一个套路 瑜伽拳还包括了刀枪棍棒 还有包括了医学 让瑜伽拳成为了一种 霸展较为成熟完毕的武术拳种 而且在我们学到大半的成就的时候 就感觉到瑜伽拳越熟越精神 今天不说的话 今天不练的话 就感到今天一千都不舒服 每一手 每一个都有一个动作 我们要慢慢就 就思考了出现的美照一世 或者是它的小动作 哪些地方为啥子 要有这些动作出现 到现在我都还没帮我们瑜伽拳 主传的瑜伽拳连净透彻 但是我把学到的东西 我毫无防律力把这东西交给大家 转过弄心腿 好 转过来 冲吹 好 用春筋发的 用春筋 挑开 尚不易吹 最后的动作 挑开 最后这个用春筋 这个抖起来 一关拳 连环拳 挑开 尚不易吹 你肘子 你发手 做吹 吹过来 来 半钩 铁脚 刮着一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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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开 上骨一吹 你走 你啥 左吹 刮到 铁脚 回转来 铁脚 我们鱁脚 担心得很的是什么 因为传到我这一代 就传不下去了 有很多时候 我叫了那么多学生 家长把学生带到五十关来 都是半途而非 感觉我们鱁脚 力度太大了分力 很艰苦 都不能够吃得消 鱁脚 鱁脚 是我们主传下来的话 是必须要传承下去的 所以我现在想 想把这个鱁脚 继续发扬 把它传承下去 所以说 为了要想把这个鱁脚 传承下去 我也希望 这个爱好者 会有那个悟性的 我无伤的 无私的 把鱁脚 我知道了 这么多年的经验 和国防练号 奉献给它 一些油瘍 到底是什么 你们许多小朋友 能够起来 自己的一个